各位公眾網友 香港朋友 大家好 今次繼續和大家講一條 關於藝康的話題的影片 上一條影片我講到 我自己的 青少年時期 藝康的書本對於我 有哪一方面的影響 這些的話題 還有我一次的一面之圓 見過藝康 還有我跟他有類似性的人生故事等等 有興趣的網友可以看我上一條影片 這次主要是關於藝康的事情 因為網上有很多事情 有興趣的人會看到 但那些多數都是講他一些 人生的經歷 故事等等的事情 我通常講的事情 喜歡講一些人不知的事情 我會去講 如果大多人都知道 大多人都會講 我又沒必有興趣去講 我這次講和藝康的 有哪一方面的事情的話題 在我標題裡面 網友都會大概看到 講之前 先介紹我部分上面的書本 其實我以前還有很多雜誌 報章 關於藝康的一些故事 因為暫時這個地方 比較小 臨時的書櫃 我不放那麼多出來 只要放一些書本出來 那書本裡面有些什麼 這幾本書 例如早期的一些系列 夢裡什麼 什麼 北記的信 什麼的信 上一條影片 都擺過出來 今次擺部分 都不擺出來 這兩本上一條影片 都有擺 但今次我擺多了 另外四本 就是《香港風場生宣史》 《風月流行》 這兩本書基本上 其實是一樣的 不過不同時期 再出版的 這個就是《香港夜生活記民》 《舊日英雲》 這四本書的作者 就是沈西成 沈西成也是一個 香港文化界 知名的人士 也跟藝康很熟 很熟 大概是《西昂迷康》 好像十年左右 如果沒有記錯 他們都很熟 他們熟的其中一件事 就較為 他們行內的人 會比較清楚 但至於 平時那些讀者 就未必知道 其中一個熟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 以往 他們經常一起去嫖 這些在普羅大眾的讀者 看到的故事 了解的故事 就未必知道 這一方面的事情 例如這些書本 這些書本 裡面都是講 他很多的過往的經歷 包括一些書 有他的家庭合照 魏康的父母照片 等等這些資料 這些可能較為多些人知道 而魏康的 受人喜歡 尊敬 尊敬 欣賞 等等 除了他的 科幻小說吸引 令到廣 普遍的 過去幾十年 很多不同年紀 年代的人 去認識 喜豐 除了這些事情 還有一些 他平時說話的風格 被人的印象 是真誠 豁達 被稱為智慧老人 包括他 尤其是反共言論 等等的事情 這些是相對被人欣賞的 至於有部份的事情 未必有這麼多人知道 包括他 他以前很喜歡喝酒 吃煙 很厲害的 這些也有部份的人會知道 至於會嫖 去嫖 那些 他那個圈子的人會知道 但是普遍的讀者 未必共青了 但問題是 即使知道 有一個奇怪 就是 如果一般一個男性 有一個知名人士的男性 去嫖 那些 還要經常去嫖 陶傑 他被人懷疑 懷疑 又沒有百分百證據 就是說他當年有一次 不知怎樣去嫖 要用廁紙包住頭巾 都被人成為話病 香港很多知名人士 或者一些藝人 一旦男性 去嫖 或者去出軌 就會受千夫所知 但是有一個奇怪的現象 就是 尼康 雖然他不是說太多 但是他偶然都會介意 透露出來 就是 告訴別人 他當年曾經經常去嫖 又儲存過 一千隻左右的色情影碟等等的事情 以往怎樣花天酒地 花錢 經常跟沈西成一起去嫖 而他太太 又沒有跟他離婚等等 甚至有些圈中 影藝圈的人士 都不會太過批評他 就知道 為什麼呢 這個 是不是一個都幾奇怪的事呢 這些也是 藝康的一些特別風格 特別之處 還有就是 他那種的坦蕩蕩 做得出又不怕認 雖然他不會特別 他特別強調去說 但被人問到 他也不會太過忌諱 去說這些事情 他那些飲煙飲酒 那些過往 很厲害 因為這個 好像1980幾年 就說他信了耶穌 信了耶穌之後 信了基督教之後 耶穌 就導致他 因為好像一次奇蹟之類 神跡之類 他跟牧師說 如果他能夠 戒煙戒酒 那些 令到他戒煙戒酒 那他就信耶穌 那他就 突然之間 之後 就不喝酒 不吸煙 那他不喝酒 他還喝少少少 從此他就信耶穌等等 這些事情 還有一些就是 包括他一些 反共的言論 比如近期都很多影片 鋪回他出來 他曾經33年前 因為六四事件 之後 他就已經去預言 香港將會 將來會 怎樣怎樣 怎樣不好 全部就好像一個 一個 預知未來的人士 這些事情都被很多人 形容他一個 智慧老人 也是部分 其中這些 這樣的 原因 還有一些就是 他那個 擴達 他裡面 說他人生 還有一些 反共的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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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些 我以前看過 他有一個 訪問 他說 人家中公祝他 起碼你長命百歲 不要啦 救啦 救啦 我活救啦 活救 對於生死 那些 體悟透徹 人去到那樣 繼續活下去 又有什麼意思呢 這方面的思維 我跟他都有相似 一樣的 有些網友 如果看過某些影片 我朋友 都聽過 我18歲 就已經寫定一個 遺書 在我日記裡面 如果有什麼事 死了 對死亡的擴達 準備等等 這些 還有 雖然他一方面 表現很擴達 但同時 他又一個 很有情有義的人 比如我之前有一些 書本 在上一條影片我講過 有些書本 其實還有大概 他之前有十本 十本書 十本書 以前關於他一些 另外一些 在蘋果日報裡面 記載的一些 政治文章 那些書本 我扔了 送了給別人 因為之前有一段時間 搬屋 有一百本書 捐獎 送了給別人 裡面 他有一些書本 也講到 以前他有一個 台灣的作家 古龍 非常之好朋友 好感情 他死了之後 跟另外一個 也是台灣的 自殺 心亡的一個 作家 三毛 筆名 三毛 筆名 三毛 他們三個 是好朋友 好感情 他那本書裡面 其中有提到 當古龍死了的時候 魏康 其實他是很悲傷 很悲傷 那些 所以從另一方面 他既是表現一個 做人的那種 心思 擴答 那些 心思性格出來 但同時 都在某些事情裡面 可以反映到他 但他同時 都是一個 很重情義 一個的人 甚至我聽過他 我忘記是報章 看 還是網上的訪問 裡面說 雖然他去嫖 但他去嫖 他曾經試過 有一次 去嫖的時候 遇到一個 一個少女 一個少女 十八歲都未夠 那 他是嫖的 他作為一個嫖客 他純粹給錢 去嫖 一個買賣的 性交易 賣賣的行為 但他遇到一個 十八歲以下的女生 他覺得是 很不忍 有擦忍之心 這樣 他就 給低些錢 他自己就 走了 他覺得 某些事情 過不了自己的良心 這些 都反映了 這些事情 不是那麼多讀者 會知道 不是那麼多人 會知道 這些事情 也反映了 譬如 古龍的事情 或者 18歲以下的女子 嫖妻的故事 這些都反映了 他的 有情有義 這些 人格 這些事情 這就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 再給大家 上一條影片之後 這條影片 再給大家了解 一些 關於一些 危康的 一些小為人知的故事 因為大多數人知道的 在網上流傳 很多人都知道 這些 可能很多讀者 都未必去聽過 可能其實還有很多 不過太多了 一下子都記不上 那麽多 跟大家分享 這個 阿葛 這條影片 和這條影片 主要跟大家 去講一下 我對 魏康 那些 某些方面的 了解 認識 等等的 故事 跟大家去 分享一下 其實 魏康 這個 人 很多人 很多人 喜歡他 除了他那些 科幻小說 受歡迎 之外 反映他 那個人 那個性格 那個 率真 真 真誠 括達等等 還有他一些 對人生 人性 那種 深切的體會 或者對共產黨 那種 他自己 很多的在共產黨 那個環境裡 成長的 那些 經歷過的事 還有他自己的 個人的 智慧 甚至 對於一些 例如 危康譚 往事 危康譚 命運裡 寫出他自己的 很多在過往的 經歷 走爛 逃命 包括 他對 人生命運 等等 這些事情的看法 讓大家 去 了解一下 好了 今次 跟大家分享 關於一些 危康的故事 用了兩條的影片 分開去跟大家分享 有興趣的網友 可以 看回上一條的影片 可以看到 危康的書本 對於我 又有什麼影響 那方面 我形容 就是 我和危康 是有一些 類似的 那些思維性格 那些什麼 畜生 括達 在我自己的朋友圈 就知道 不過我們 就不熟悉 那 從 但是 有很多事情裏面 我們有類似 那些人品 人格 那些的性情 包括他去嫖 嫖得來 他又不會遮遮掩掩 那些公然 那樣去 而他太太 他又不會去 跟他要去離婚 那樣 為什麼呢 在這方面 也都可以說 有類似的 類似的 類似的 不是我經常去嫖 在我朋友圈 就知道 我經常和美女去拍照 去旅行 甚至在我的伴侶面前 上任伴侶 和現任伴侶 都是這樣 很公然去找那些女生去拍照 找那些美女 尤其是那些友善的美女 高傲 那些美女 我不喜歡去找她拍照 這方面 某方面是否很類似 但我也不會太過 他需要去顧忌 遮遮遮遮遮遮遮 那我的伴侶 又會和我一起 又不會因為他這樣 離開我 那怎樣呢 其中一個 是 重點不是在你嫖 又不嫖 那些問題 那些問題 那些問題是 你那個人品 表現出來的坦蕩 那種的感作感為 那些 那些性格 那些問題 那些事 不再講太長編太長緣 那些事 就是去找兩條影片 拍一下這個近日最熱門的話題 習總來香港 沒有這麼多人談論 反而這個藝康更多人去談論 那些事 好 下次的影片再見 拜拜